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是比较多的 跟国内的状况直接相关 给我感觉是直接相关 那国内自己呢 包括什么一些相应的网站 不需有蜡烛 不需有这个不需有蜡烛 不需有任何与纪念 跟六四就六四这两个字 八九这两个字相关的任何东西 任何标志图标都不能有 连这个据说连微信微博 想换头像都换不了 因为有些人愿意换头像 换成头像换个蜡烛就放哪就行了 那你不能换头像 也就是说反过来 作为这些普通的人 普通的大陆人 他们在自己工作 在自己的工作 吃饭 试图的背景之下 也想得非常的细致 来阻止年轻人知道 什么叫八九六四 这个这就是一个相互对应 而在北京的 在中 就是西方社 西方国家 驻北京的大使馆 或者其他地方领事馆 包括在香港 德国跟荷兰 在香港的 办事处的 就是领事馆的领事 到维员区 到维员区 他也没敢说别 他就说我去散步 那去纪念维员的状况 在香港抓了两人 一个叫陈三木 陈木三是陈三木 很有名的一个人 他在空中写八九六四 然后三十多个警察抓了他 那去年也抓过他 在另外一个就是黄婆婆 那个王婆婆是黄婆婆 应该是王婆婆 那王婆婆是很大龄的一个 很大年纪的婆婆 在这个2019年 香港这个反送中的时候 是非常出名的一个老人 很令人尊重 所以他就其实就 道理蛮简单的 所有这些牲口生命 都知道自己在干嘛 对吧 然后也就是说 大家都是平铺直述的 我没跟你说 他不是流氓 流氓是人 你不能骂牲口是流氓 对不对 人要骂牲口是流氓 那是人有问题 他肯定的 所以在用词上 大家要懂得这点 那原因呢 我还是一直强调原因 就是大家要明白 中共就这么做 这么邪恶 在香港接管下来这么做 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能力 人的力量能够推翻他 这个大家 我觉得太多朋友 就不理解这个概念 没有推翻他 人们就是让这种苦难的延续 那曾经的35年前在香港 那所有包括梁振英 他们都站出来去反中共 但是35年后 今天你再看看香港 就是是一个很自然 很自然的这种状况 所以这是一个 大家要懂得这个道理了 人在现实的环境中 战胜不了魔鬼 对吧 战胜不了魔 更不用说 鬼呢 对人 鬼是对人的 魔是对人的神性 原神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现实 很真实很现实 在看待事物的过程中 就从哪个基点去看 但人们拿出来东西呢 在各地包括纪念 也就是回忆出8964 当时的故事状况 所以代表着一种善念 跟善良依存 那而对应的川普本身呢 我没有看川普本身 就是川普自己本身 是个受难者 但是呢 在这种受难的过程中 确实美国的民众 美国的普通人 不愿意把自己 对等成香港 曾经香港 不愿意让美国 成为了后来的香港 2023年之后的香港 也就是国安法成立之后的 包括现在23条成立之后的香港 那他们就要出现 这种民众的抗争 所以这种民众的抗争 就很类似2019年呢 非常类似 2019年的香港 而2019年香港呢 它的中共的体制 就是当时香港政府背书的 是中共的体制 而在美国不是 对吧 美国就变成了 就是善与恶的一种 一种真正的较量 而人在其中 就是出现困惑 我觉得出现困惑 普通的好人 他没有太多困惑 但另外一些利益的 更多的人是在利益上 在利益问题上 就出现困惑 就小的利益跟大的利益 这是有目共睹的 那我们昨天前天 就跟大家解释过 说川普获得捐款 1.45 1.41亿跟2亿 结果川普在今天凌晨 昨天晚上 今天凌晨 做了更正 他实际5月份 拿到了将近三个亿 这是最终的财务报告 拿出了三个亿 所以川普就发了一个短文 这个三个亿当中呢 又很深刻的 都是普通民众 跟美国中间选民 独立选民 对政治不关心的人 而转向 转投于川普 如果5月份 拿到三个亿 这是创造美国历史的奇迹 没有 从来没有过 而这种捐款的本身 就代表着民意 就跟这么捐款 实打实的有钱出来 那他就像投票是一样 因为今天人对钱太爱了 对不对 所以把最爱拿出来之后 那就代表民意 这是真的 我跟大家分享 因为川普这段内容 比较简单了 就跟大家分享 到底他拿了多少钱 这个钱是怎么算的上 这是川普讲说 为川普总统竞选 筹集基金创纪录 5月份 5月份 1.41亿 是小额捐款 总共将近3个亿 所以这个小额捐款 是指几十块钱 那概念完全不同了 川普做出更正 1.41亿 是小额捐款 大家要能理解到 这个就完全不是 这个不是 不是最说的 什么都不是 川普总统竞选团队 跟共和党委员会 合在一起 5月份宣告 1.41亿的大规模捐款活动 这是对川普总统的支持的回应 对虚假的拜登的审判判决 做出了愤怒的反应 来自于各行各业 激励了美国人民 这个用词就 大家听起来 这个用词就可能更有趣了 这个他就讲述 这个之间的算法 压倒性的财务成功 超过200万的捐款结果 创造记录 平均是70块2毛7 70块2毛7 不超过100块 就是没有达到三位数 那是非常小 就是非常小 因为他的底线是20块 除了惊人的数量之外 25%的捐赠者 是2024年运动的全新的成员 这个我们都昨天跟大家解说 25%是值 完全不惊人 中间选民 你就可以把它叫成不参与政治 对吧 他没有太多的一种概念 使得这个月成为历史上任何运动中最好的月份 那我个人也相信 创造美国历史 这个没有什么可讲的 支持川普的组织 在一月份 在五月份 筹集了1.5亿美元 所以这是大额捐款 这是川普相应的一些机构 而这个机构 应该是不包括川普竞选团队和共和党竞选团队的钱 那1.41亿是指共和党团队 就是劳拉川普 川普的儿媳妇 所承担共同主席的那个组织 而这里面是另外的 总的来说竞选团队跟其他支持川普的组织 仅在一月份 仅在五月份 拿到了将近三亿美元 这是川普纪录 所以这是 就是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川普做的 做的一份更正了 下面他还有一段话 就是这段话 我们对川普 这是川普团队的感谢信 其实是竞选团队感谢信 对川普的支持 表示感谢感动 川普的高级顾问直接讲说 美国人民看到了拜登所操纵的审判 向拜登跟民主党发出了强烈的咨询 真正的审判在11月5号 这我们昨天跟大家解释 这部分完全有 所以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更正准确的 也同时代表着 那1.5亿呢 代表着美国共和党内部的高层 这种传统的大亨们 无论他曾经是否愿意 是否多么的不愿意 但是今天就是转向川普 用钱说话 在美国社会 在今天的利益社会当中 是最准确的 这就是一个资讯了 所以 这也谈不上什么党派不党派 支持谁不支持谁 根本谈不上 因为拜登的东西呢 根本就很显然拿不出手 也就变成了法庭的一切 主流媒体的一切 只能是一种自我的欺诈 托鸟政策显示的比较强横 同时呢 对普通的美国人是个侮辱 对美国国家的尊严和美国人民做侮辱 而他对等的表现在一种两党的政治上 这是这么回事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